首席三代 肩上再背一代 脚踏车装栏塞满 就连机车也骑进来载货 高雄凤农市场台风天 人潮爆满 还没开始下 几天啊 两三天吧 昨天如果比一般来看的话 都多了四五倍 捍卫几百人 全在抢买菜 杜苏瑞暴风轩触禄 南台湾人心惶惶 高雄果菜批发市场 26热蔬菜就卖了289顿 比前一天增加3.7% 需求暴增 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随被买都快要破百 蔬菜平均批发价 每公斤35.9元 上涨了5.1% 其中包新白菜涨最多37.1% 每公斤来到26.6元 丝瓜更贵了15% 葫芦也涨了6.7% 前两天就涨了 因为现在菜价差不多都四五十块 你四五十块比一台金 比一般二三十块就有差 台风来蔡架涨 但不止高雄雨越下越大 台南也出现间歇性大雨 目前在台南抽水在这边 已经陆续启动 尤其在南区湾里这边 地势比较踢蛙 上午已经进行基础测试 目的就是防止杜树瑞台风 导致海水刀灌 就怕人车泡水传出灾情 市区抽水站已经预备 但台南龟仁湘西瓜却晚了一步 胖多多的西瓜超过一半 泡在水里农民好心痛 赶紧采收装车 但一颗颗都发黄软掉了 当然会紧张啊 很久没有来台风了 幸好你们 好几年没有来了 好几年没有来 好几年没有来 好几年没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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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果农民赶紧收成 搭起塑胶棚遮雨 盛产期遇到台风搅局 实在好无奈 环境新闻综合报道